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这个火房它是泥土做的 当然就全倒了 所以石岗乡有32座火房 九二玉都在倒了28座 土牛流家老火房是已经新建了200年左右 那么这个地方是石岗乡的一个火房 算是年代最久 那么山河院也算是最完整 这个大普客家文化的一个中心点 那么碰到了这么大的天灾 垮了 子孙绝对有责任有义务力 再把它重建回去 那2300是要摆那个921十周年的人物故事 那因为这几期过来 一直下来 我们都一直摆921的东西 那比如说 8月的102期 现在雅兴已经写好的 就是已经放了那个 也是921的一个鬼故 很好啊 对 本来一个刊物 里边也不要说文章太建设 起码有些看起来很活 很活泼 那看起来 使人家觉得有一种那种很清新的感觉 每一年这个时候 大概六七月 面包树的果实成熟以后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些乡亲妈妈 她很会做这个面包果的料理 有软的话 你就把它剥开来 把它拔起来 这个红色这个 这就可以吃 很甜 今天的在地观点要带你到 台中石岗 921地震的时候 石岗满目苍移 甚至震毁了当地的文化象征 刘家火房 透过当地居民的努力重建 甚至创办了一份社区报 一直延续到今天 已经十年了 它凝聚了社区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石岗人收集报 从1999 就是民国88年 12月1号正式发行放刊 到目前这个月为止 是102级 那么我们当初创刊的时候 主要是报道921地震的种准 就是说人事物的 在地的一些故事 把它发掘出来 刚开始300份 到目前1200份 这个总结 从原来没有经费 一直到后来工部门 有辅助 那么一些乡亲捐献 那么我们才可以维持到现在 我们希望我们石岗相见 大部分的人 希望能够分享我们这一块原地 这个提字人 每一集都不一样 我们来邀请他们提字 那么他们提字以后 我们顺便再摊头 介绍这个人的事迹 那么他提字人 他也会感觉很窝心 德心坛 也就是德从明邻起 心智越相似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刘家呢 是从明邻过来的 后来呢就是从到广东 这张火房就是一个家族 有血缘关系 大家聚集住在一起 我们把它称为火房 就是像新火传承 那个火的意思 你看这个前面是一个半叶石 你看你看后面有一个化胎 也是化胎 所以说这个叫化胎 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圆 前面做半叶石 后面做化胎 就是把前面的泥土拿到后面去 所以后面会比较高 它有一个像一个小山坡 那叫做化胎 后面有一棵面包果树 一百七十年的面包果树 好 差不多快十年了嘛 重建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靠那个在地人自己要站起来 即便有外来协助的团队 如果你没有在地化 那迟早都要回归生活常规 地震的时候 很多慈善中交团体来 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就走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抱着说 要做在地陪你这些工作 所以慢慢的就透过 那个无论管理联盟 这个还有石杠人家 你知道公司在那里 把社区比较热心的人带起来 这中间当然也有很多阻碍困难 因为也有很多观念不一样 所以也发生一些争议跟冲突 是发动那个训练青年之后 等到这个时期度过之后呢 在92年的时候呢 就包括我自己 就定居了下来 然后其他的 所以现在的石杠人家 你知道学问呢 差不多百分之百 是一个在地人的组织啦 改造社区更改变人心 石杠人持续在地生耕 甚至当年重建的伙伴 都成为石杠人 对八八水灾来说 这一次我们看到石杠值的借鉴 只有让重建有经验的伙伴 一起用心经营 才能把重建工作做好 谢谢你的收看 对八三年之后 有一個發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